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要倒臺 信號明顯 大量輔警被裁 深陷絕望 潘石屹夫婦最新動作 寧可損失300億也要潤?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點評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11日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 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要倒臺 信號明顯 大量輔警被裁 深陷絕望 中共財政緊張 多地政府陸續開始清理邊外人員 網傳大量輔警和邊外城管也被裁掉 深陷絕望 忍不住叫苦 今年3月 中共下令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編制 統一按5%的比例進行精檢 並要求各省份自定比例精檢編制 據陸媒報導 各地的官方機構都在精檢邊外聘用人員 其中 雲南楚雄近日發布的2023年部門預算編制說明 精檢邊外聘用人員比例約為6.5% 7日 湖北省實驗室委編辦也刊文宣稱 當地摸清市職單位邊外聘用人員3,400人 通過清理 比上年同期減少326人 減少率達9% 節省財政成本約1,500萬元人民幣 除了媒體報導之外 中國社交平臺上流傳更多地方清退邊外人員的消息 疑似這波清退潮正在席捲全國 有的地方清退比例相當大 在中共官方機構中 邊內清閒邊外忙碌已稱常態 因此當局大面積清退邊外人員 也令許多邊內人員怨聲載道 某地官方機構的員工在網上爆料 邊外人員被清退後 連副局長也被迫開始和其他邊內員工一起深夜加班 在這波清退潮中 以往不可一世的府警和邊外城管也未能逃過 網傳多地府警和邊外城管被大量清退 有地方據傳裁掉一半 中共府警被指公安欺壓民眾的幫兇 城管也向來以暴力打砸和公開搶劫商鋪 小販著稱 口碑非常差 因此府警和邊外城管被清退的消息傳出後 很多網民紛紛叫好 以往府警和邊外城管都被當成中共體制的一部分 雖然經常被官方當作臨時工拋出來背鍋 但一般情況下也在輿論上 享受和正式編制人員一樣的待遇 是中共媒體的保護對象 但這輪邊外人員清退潮開始後 中共網軍口徑風急轉 開始批判府警和邊外城管的存在 必多利少 為官方清退邊外人員唱讚歌 4月8日 一名IP地址顯示為廣東的微博大V爆料 當地一名32歲邊外城管被清退了 令一家人壓力巨大 當地城管前一段時間還在招人 但這幾天開了個會 就開始清理邊外人員 當地一些邊外府警也在被清退當中 還有一名網友爆料 自己當城管的45歲表哥 上週還在街上搶了一個婆婆的秤 這週就被清退了 一度絕望痛苦 網友說 表哥這個年紀失業 平時又得罪很多人 以後怎麼辦? 目前中國經濟大幅衰退 中共財政越來越緊張 有網友評論 清理邊外城管只是開始 接下來 老師 醫生 護士 邊內底層 中層 中共政權將岌岌可危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輔警是中共專政鎮壓機器的一部分 隨著中共財政的崩潰 越來越多的導致中共鎮壓力量的削弱 就是中共加速走向垮臺 潘石屹夫婦最新動作 寧可損失300億也要潤? 最近幾天 沉寂多時的潘石屹夫婦有了新動作 工商登記數據顯示 4月7日 北京搜賀房地產公司發生工商變更 潘石屹卸任法定代表人 董事長 潘章新卸任副董事長職務 潘石屹退出監事職務 有分析認為 這是潘石屹夫婦跑路的最新動作 同在4月7日這一天 潘石屹位於甘肅天水市馬寶泉鎮石嘴村的祖宅 移動近百年的老房子 改建為一家零碳圖書館 正式對周邊村民免費開放 開館儀式上 潘石屹沒有到場 全程線上參與 除了這個800平方的圖書館 潘石屹還為村裡建了一座幼兒園 另外 疫情期間 潘石屹捐助了天水市一千萬元 作者歷史曆時珍點評說 對潘石屹來說 或許這是保留祖宅的一種方式 2018年清明節 潘石屹回過一次老家 發現祖坟給扒了 建成了蘋果檢旋廠和紙箱廠 或許為日後跑路埋下伏筆 他公開抱怨 我們家地上足足被被留下的柿子樹 全都扒光了 我心裡覺得對不起老祖宗啊 其實潘石屹夫婦的跑路計畫萌生已久 但走得異常艱難 從2014年至2019年 SOHO中國先後7次出售國內資產和項目 其中包括潘石屹曾聲稱三生三世都不賣的旺京SOHO套現370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 2012年至2019年 SOHO中國營收由153.05億元 縮水至18.47億元 零頭都不剩 此外 2006年至今 潘石屹夫婦通過SOHO中國分紅 累計拿到分紅現金約133億元 潘石屹是想悄悄跑路的 不想鬧得滿城風雨 但是初讓SOHO中國控股權一事 卻讓它成為重矢之地 2021年6月16日 黑石正式邀約收購SOHO中國 出價卻從40億美元縮水為30億美元 黑石將持股54.93% 取得控制權 潘石屹夫婦持股從63.93%降至9% 公眾持股36.07% 8月6日 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出手 對這樁交易立案審查 投行人士認為 在監管層的干預和輿論壓力之下 黑石知難而退 9月10日 黑石集團宣布終止對SOHO中國的收購邀約 這之後 中共下狠手報復 12月17日 潘石屹名下公司被指控偷逃稅款 受到稅務部門處罰 合計7.09億元 幾天後 因超收租戶電費 遭上海市場監管部門罰款8600萬元 不過 潘石屹顯然趨易已決 寧可損失價值300億的SOHO中國也要跑路 一年後 2022年9月7日 夫婦兩人卸任SOHO中國董事長和CEO 加上這次退出北京SOHO房地產公司管理層 以後SOHO中國再出什麼事 和他們無關了 潘石屹在中國房地產市場30多年的打拼生涯 最終慘淡收場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中共當地政府連人家的祖墳都扒了 還指望人家留在中國被共產 真是做白日夢 潘石屹要不跑 非常可能就像他的老朋友紅二代任志強被判18年一樣下獄了 又或者像農民企業家孫大午一樣滿門入獄 兒子們 兒媳們 高管被抓幾十人 至少價值51億的財產被吞 潘石屹自己的老領導 木齊中就被判了無期 最後服刑16年後出獄 事業全毀了 潘石屹斷筆求生 是大智慧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日本發布最新外交藍皮書 和北京挑明了 俄羅斯招上百監獄女球送烏克蘭勤線戰場 已有50人受訓中 邊喊和平邊對臺軍演 中共被問這題惱羞 反嗆外媒荒謬 專家稱 中共以臺質疑 阻擋國際施壓 警告 勿用免費公共充電座給手機充電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拜託